明门天后 不是欧门千金 大家好 我是天后 我们今天接着来回答一下 那些问的比较多的问题 没有素材没关系 把大家的一些小问题集合起来 哎 就又是一个小专题了 我就又可以再水一起了 啊 说错了啊 是再解答一起啊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讲好吧 首先是这个神通等级 相信有些小伴也听到说 神通等级不要升满级 比如说满级是100级 那么你升到99级就可以了 因为多那么一级呢 你的伤害增加的也不多 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但是也有小伴发现 那些大佬呢 为什么要升满级 人家是因为玄金石 艺术太多 所以不在乎吗 啊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 研习呢 是有等级要求的 你要升到满级研习的话 你的等级也同样要满级 之后是古堡碎片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比较新手的问题 就是金子兰古堡 你升满级之后 它溢出来的这些碎片可以干什么 这些碎片是拿来升星 以及觉醒用的 你古堡三星升四星的话 它就需要你上一个品质的古堡碎片 而当你一件古堡觉醒的时候呢 就需要你相同品质的古堡碎片 蓝色古堡是特殊啊 它没有上一届的古堡碎片 所以它消耗的古堡材料都是蓝色品质的 新区什么时候开 新区的开启时间 它是要看之前服务器的人数满没满 它才会决定开不开 也就是说它是随机的 你要自己去留意观察一下 但是如果有开新的大区 比如最近的凡人大区 它有给你一个预算缴的窗口 那么它你创建之后 它就会准时准点的开放服务器 如果没有这个 那它的时间就是完全随意的 有可能是早上 也有可能是下午 也有可能是晚上凌晨的时候 反正就是都有可能 会心附伤要怎么搞 有些小伙伴不清楚 会心附伤这个属性是怎么来的 会心附伤我记得目前就只能通过装备词条来获取 也就是追魂这个词条啊 其实这个有和没有是没啥大区别的 大家不用在意啊 真缘回复气血回复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 很多人知道它是一个没什么用的属性 但是大家要不清楚它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属于拖战状态的时候 它的气血以及真缘是会缓慢回复的 这个大概就是回复速度增加的一个功能 好的 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说一下 这样的话我才有素材更新啊 是不是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大家拜拜 拜拜